準時收看 古奇藝昂哲的投資朋友 千萬不要忘了 舉起你的手指頭點三下 第一下給老師按個讚 第二下分享給你身邊的投資朋友 第三下按下訂閱追蹤我的影音頻道 行情變化萬千 跟著我決勝彈指之間 歡迎收看古奇樣子 我是專業期權分析師邱月良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縮盤表現 台子今天上漲84點來開出 最高點出現在早上的10點31分 來到15862 那麼最低點也是出現在上午的10點55分 來到15761 整個震盪區間只有101點 而現貨的成交量呢 也是只有1841億 那麼今天老師下的標題是什麼呢 叫做致命的吸引力 各位投資朋友 為什麼今天老師下這麼一個標題 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市場是樂觀的解讀 美光所公布的財報 美國股市普遍上漲 尤其是稻窮指數 已經是相隔一個半月以來 首度突破了月線的反壓 甚至在納斯達克的部分 也是創下了近期的收盤新高 那麼今天早上台子也就延續 昨天夜盤的走勢 今天開盤開高了84點 但是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開高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航行上下震盪 整個區間僅僅只有101點 雖然整個震盪的區間並不大 但是對於張聰來講操作的難度 卻是不低啊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早上開盤之後啊 各位很多人看到早上橫盤震盪 但是在10點半的時候 忽然來一根帶量的急拉 這個時候我相信 在心裡面 如果你想做多的投資朋友 看到這樣的帶量急拉的走勢啊 恐怕你就不想要去錯過 所謂賺錢的機會 這時候你很難忍住不出手 可是如果一旦你真的進場做多之後 各位短短不到3分鐘的時間 行情急轉直下 而且呢 快速的跌破了 早盤所出現的這些低點 重點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 量能又再度的放大 那麼同樣的道理 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心裡面 想做空的投資朋友 看到這樣的走勢 絕對又是一個致命的吸引力 但是如果你真的進場做空之後 接下來行情開始止跌反彈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會發現到 今天不管你是做股票還是做指數 如果你是隨著盤面上的走勢啊 來決定多空進場的判斷啊 在這個時候 你很容易追高殺低 所以你必須啊 要能夠了解到今天整個盤式結構 你才能做出一個最好的判斷 那麼怎麼樣能夠在早上一開盤 就快速的判斷 今天的盤式架構呢 很簡單 就是透過平常 我不斷的在告訴大家的看盤口訣 我們來看到 穩盤靠現貨公視看期貨 雖然只有短短的10個字 卻是老師超過20年的實戰經驗 所累積的一個經驗啊 智慧結晶 你只要能夠熟用這個口訣 我相信你絕對能夠比其他人更快速 精準掌握今天的行情 首先呢 我們可以看到 早上開盤開高之後 到底行情夠不夠強 這個時候呢 有很簡單的判斷依據 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到底是多方控盤 還是空方控盤 這個時候就把電子期 把它抓出來看 那麼今天早上 在現貨還沒有開之前 那麼電子期的漲勢啊 就是明顯的領先整個什麼 金融期 那麼呢 在電子期領漲的表現之下 就表示今天是一個 多方控盤的局面 可是在另外一個方面 我們也要看到啊 早上開高之後 整個台子的漲幅 它是領先大盤 還是落後大盤 各位今天早上啊 很明顯的雖然開高 但是台子的漲幅是落後給大盤的 所以呢 整個盤中逆價差擴大 所以呢公式看期貨 今天到底夠不夠強 看一下今天台子期 能不能夠 擔任一個攻擊發動機的角色 那麼今天早上 台子表現是明顯比較疲軟 甚至呢 在早上的時候 不管是台子還是大盤的成交量 都是明顯偏低 那麼在成交量偏低啊 也表示整個行情 很難出現大幅度的延伸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只要知道今天整個盤式結構 是不是你就能夠做出一個合理 而且正確的判斷 如果在早上的時間 如果你沒有時間啊 好好的坐下來分析所有的數據 怎麼辦呢 也沒關係 你今天只要跟著我進場 每天早上我會在第一時間 分析所有盤面上的數據 讓你不需要開電腦 你也能夠掌握今天的行情 只要看到我的手機簡訊 就能夠比別人更精準的掌握 我們來看到 今天早上9點04分 大盤開盤短短的4分鐘之內 老師已經透過盤面上的數據 給會員朋友第一手的報告 今天台子前5分鐘 開盤是成交了3132口 是小於過去五日均量3841口 那麼呢 現貨開盤是90億 大於過去的五日均量77億 那麼其現貨成交量未同步 行情延伸度有限 早盤電子的0漲多方控盤 但是呢 台子的漲幅落後給現貨逆價差擴大 今天開盤賣壓湧現 回檔壓力逐漸增加 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早上9點04分 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如果在今天開盤的時候 你就知道行情即將要拉回 這個時候你是不是 就應該選擇站在空方 那麼呢 如果在當下 你能夠同時掌握到主力開盤 他是做多還是放空 如果跟我們所想的一樣 是不是你的勝算 還能夠再進一步的提升 那麼怎麼樣知道主力做多還放空 很簡單 透過老師的獨門指標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的預估開盤價是15831 這是在每天早上8點45分 台子開盤之前 我們的系統會計算出來 今天台子應該開在的一個合理的價位 那麼呢 等到8點45分實際開盤之後 把實際開盤價跟我們的預估價做比較 馬上一秒鐘就能夠掌握主力的多空動向 我們來看一下早上會員收到的截圖 我們看到今天是3月30號 光速指標的預估開盤價是15831 那麼實際的開盤價是多少呢 今天是15822 所以當15822小於15831 就這麼簡單的算數 馬上就能夠掌握今天開盤的說法 主力他是偏空操作 那麼我們看一下公布的時間 今天是在早上的8點39分 所以各位朋友朋友 我們的會員 在每天早上開盤之前 都會先收到這個預估開盤價 等到實際開盤之後 馬上就能夠掌握主力的多空動向 那麼既然知道今天主力是偏空操作 所以低筆單 我們當然就是跟著一起來做空 那麼我們今天低筆單出手勢 在8點49分15832的地方進場 如果今天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進場做空的話 各位投資朋友 接下來就能夠掌握到這一段 回檔有71點價差的空間 你可以看到今天雖然整個震盪 只有101點 但是你只要空的位置漂亮的話 就有機會掌握到非常大的一個價差 那麼在開盤的時候掌握正確的方向 總比在盤中上上下下做多做空 拿不定足以 而且很容易被掃到停損 所以只要能夠在一開盤 掌握住一個正確的方向 當天你的勝算 就能夠大幅度的提升 我們就來看到會員收到的簡訊 各位可以看到 早上8點49分 4月起始目前15832附近 收訊後試駕做空 這就是我們的開盤光速指標 多通光速指標 大數據運算領先全市場 開盤就出手 讓你在起跑點 早上5點 台子夜盤休息了 6點一到 每股期貨開始起跑 7點半日經動起來了 8點整 盤顧也跟上腳步 透過小稻蟲 小SMP500、小納斯大克、日經及韓國股市 在台子8點45開盤前的漲跌幅度 及近期與台子的連動性加以計算 就能得到台子在8點45的預估開盤價 若實際開盤價大於預估開盤價 代表開盤有明顯多方力道進場 當天盤式通常上漲機會大 若實際開盤價小於預估開盤價 代表開盤有明顯空方力道進場 當天盤式通常下跌機會大 市場真正領先指標 開盤就知盤式強弱 我們的光速指標是市場上 唯一真正的領先指標 只有我們有辦法在開盤 就掌握主力的多空洞向 如果你想要贏在起跑點 想要比別人更早進場 光速指標絕對是一個最好的工具 那麼有一些投資朋友會覺得很奇怪 看老師的節目看這麼久 光速指標好像都是在8.45分就應該進場 是不是 那麼當然在每一種盤型不斷的在改變的當下 老師會適時的調整出手的策略 一般來講我們都是8.45分進場 但是在8.45分一開盤的時候 老師現在還會在參照當時盤面上的結構 來調整我們的出手的點位 所以今天空在這個位置就非常漂亮 不僅僅不會打到停損 而且行情也跟著急轉直下 是一個非常好的空點 所以一個好的老師 絕對會按照當時的盤面結構 來調整我們出手的頻率 或是出手的方式 這時候才能提高我們的勝率 所以老師常常在標榜的是 我不是一邊看股票 一邊看指數的這種半調子操作 我是全心全意在看整個行情指數 還有價差的變化 為的就是希望能夠提供給我的會員朋友 最好的操作體驗 絕對不是看著軟體發訊號 這種傻傻呆呆的操作 因為行情隨時都在轉變 如果你沒有適時的來調整 你出手的條件的話 當然你的勝率就不能夠 再比別人來得更加的優異 那麼行情隨時會變 人性永遠不變 行情有時候漲 有時候跌 有時候做盤整 但是這些行情變化 其實都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 很多時候 人性永遠都不曾改變 就像今天這樣的行情裡面 雖然震盪區間並不大 但是如果你是靠著自己 盤面上的感覺來操作的話 你很容易追高殺低 那麼從以前到現在 我相信很多人操作的資歷 絕對是好多年好多年的時間 絕對不是所謂的新手 但是在這麼多年操作下來 你所得到的經驗 究竟你是賺得多 還是賠的機會比較多 我想大部分人 通常還是落在所謂的敗部 那麼為什麼你會落在敗部 因為你克服不了人性 以今天的行情來講 如果你隨著盤面上的漲跌 你當然會追高殺低 甚至你感覺到今天沒有行情 你會選擇場邊觀望 可是如果你能夠有一個好的老師 或是你自己能夠去判斷 整個盤式結構 每一天操作你都是有所本 當然時間長久累積下來 你就會是一個市場的常勝均 所以我希望在這邊告訴所有的投資朋友 你不一定要參加所謂的投顧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好的方式 這個時候你長久操作下來 只是把你的錢放到別人的口袋裡面 如果你想要改變過去 常常發生的這種狀況 你就必須讓自己去訓練 讓自己有一個更好的操作的紀律 那麼如果你還是沒有辦法 在短時間裡面達到這種條件 那麼很簡單 你可以選擇一個專業的奇幅分析師 至少在這種市場 這個時候不管是漲跌 有個專業的團隊來幫助你的話 每一天你都有機會把行情變鈔票 而不需要自己辛辛苦苦的來單打獨鬥 那麼我們再來看到 除了早上9點04分 我們給的第一手報告之外 當9點20分左右 有越來越多的資訊進來之後 老師會整理一個更詳細的多空關鍵 給會員朋友來做參考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開盤強勢掃描 第一個 科技股領軍費半大漲3% 納薩克創近期的收盤新高 那麼第二個電子期臨漲指數突破 15800的成交密集區 多方積極表態 那麼第三個指數開高 台子漲幅落後現貨 逆價差擴大表示強度有限 那麼第四個 早盤美中股市相對疲軟 A50翻黑恐脫壘台股拉回 那麼我們看一下結論的部分 今天早上可以看到 如果沒有辦法順利的消化賣壓 回檔壓力逐漸浮現 那麼入股同樣也是 面對這個長價效應 我們可以關注它的走勢 各位投資朋友 你可以看到 今天早上A50翻黑 台股也跟著拉回 但是在下半場的時候 整個大陸股市積極表態反攻 那麼這個時候 台股拉回的機會 相對也就變得比較小 所以兩邊的連動性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麼如果在每天早上 9點20分左右 你能夠收到我替會員 所準備的這個開盤強勢掃描 我相信你絕對會比其他人 更快掌握今天盤面上 所有的重點 再也不用像過去一樣 有多單的人只看利多 有空單的人 心裡面只會想著利空的消息 如果過去你都是找尋 自己想要看的資訊 基本上只是在找安慰 對實際的操作 並沒有真正的幫助 想要當一個專業的操盤手 我建議你跟我一樣 每天同時吸收多空 兩邊不同的資訊 這樣子你才能做出最準確 而且最客觀的判斷 從現在開始 你不用自己花時間整理資料 只要動動你的手指 打開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 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現在還不是我的會員 留下你的聯絡電話 或是直接打電話進來 助理會幫你做設定 早上的時間就能跟會員 同步接收到我的 開盤強勢掃描 那重點啊 這些資訊完全免費 而且呢 也可以掃描上面的QR Code 來訂閱我的影音頻道 只要最新的解盤影片 最新的教學影片 都能夠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永成國際投顧 擁有完善制度 頂尖一軟體設備 穩固投資準確性及時效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提供精闢獨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您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您投資的不二選擇 永成國際投顧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永成國際投顧 入會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我們再來看到 剛剛有講到 道琼指數昨天上漲之後 已經創下了將近一個半月以來 首度突破了月線的反壓 那麼下一個目標 就是來挑戰前波低點 所形成的壓力 不過在這個地方 我們還是要給大家一個觀念 短線突破不代表真正能夠站上 要真正站上 我們需要給他一點時間 通常會給他三天時間 如果突破之後 三天沒有再回撤的話 那麼基本上就有機會 順利的往上來做攻擊 那麼短線的突破 並不是真正的一個轉牆的訊號 大家一定要記得 那麼我們再來看到 NADA的指數 昨天也是大漲 那麼今天 昨天的收盤 創下近期的收盤新高 那麼有一些人會說 這個NASA的牛市再度出現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如果從前面的最低點 當然不是這一天 前面還有更低的位置 從最低點拉到今天 昨天的收盤的高點 已經反彈超過20個百分點 那麼究竟會不會再一次出現牛市 當然我們也是一樣 他能夠順利的突破 而且超過三天 才表示真的趨勢即將形成 所以短線的突破 大家還是要給他一點時間來做觀察 那麼我們再來看到 在A50的部分 各位可以發現 一樣也是延續著我們的下降的軌道 那麼每一次來到軌道的上緣 三天不過就往下 那麼跌破之後 在這裡上下做震盪 一樣沒有跌破超過三天 同樣的再回到軌道的上緣來做一個測試 那麼今天可以看到A50出現一個反彈走高的局面 那麼能不能夠順利的突破 同樣的道理 剛剛我們所講的 即使他往上突破下降軌道 也要給他三天的時間來做觀察 不過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也印證了這幾天 我不斷的在告訴大家 給大家一些福利 我說雖然這幾天拉回 但是我覺得他並不會跌破前面的低點 他會用以盤代跌的方式 來打成一個新的底部 是不是按照老師之前所做的規劃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一個長線單 就以這個來做一個停損 那麼如果你想要做當創的話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A50特戰隊 那麼另外我們再來看到 在加權指數的部分 你可以發現 這兩天量能萎縮 前面兩天下跌萎縮 今天兩天反彈也是萎縮 連續幾天量能偏低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原因 就是因為要出現所謂的長架效應 大家會相對的一個保守 但是反彈不一定要有量 記得如果要突破前波的高點 就必須要駕掌量增 就必須要拿出真槍實彈 才能夠往上來做一個有效的攻擊 所以如果量能持續偏低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透過 早上一開盤的成交量 來判斷今天整個 應該是說整個預估量 就能夠了解到今天收盤的一個量能 今天如果要有量 開盤的時候就會表現得出來 所以如果一開盤 量能並不是明顯放大的話 那麼當天要順利的突破 這個機會就相對是比較小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麼我們再來看到 在指數的部分 我們上次有特別提到 每一次到高點拉回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未平常量的變化 過去在3月7號曾經有一次 可以看到 這時候是開平盤 往上拉收了一個長紅棒 感覺起來氣勢非常旺盛 可是昨天 隔一天開低之後 可以看到 未平常量只剩下66,000多口 那麼再隔一天 雖然開高走低 未平常量也是只有66,000多口 表示創高之後 連續兩天未平常量 一口氣下滑了多少 5780口 這時候表示什麼 我們說過 未平常量它不代表多空方向 不是未平常量高它就會漲 未平常量低它就會跌 這是不正確的 未平常量表示有多少人 流倉在場內 如果未平常量越高 代表期貨籌碼的動能越充沛 如果行情往上走 未平常量越來越高 表示在出現所謂的軋空走勢 那麼同樣的道理 如果在往下跌的過程裡面 未平常量越來越高 表示呢 這個時候多單越套越多 行情也會越跌越深 那麼如果未平常量出現顯著的減少 表示行情即將要反轉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判斷的一個方法 那麼呢 我們把它放到最近的行情來看 上一次創高的時候呢 未平常來到75135 結果隔天減少到74211 再隔一天又減少到65345 也就是在這創高這三天裡面 未平常量也是減少了5790口 所以當下老師看到這種狀況 有提醒大家 會不會來複製上一次的走勢 果然連續兩天的拉回 那麼拉回之後你可以發現 這兩天都是屬於實質的一個震盪形態 這是一個標標準準的 主力在欣喜籌碼的行情 今天的走勢跟昨天幾乎90%以上雷同 那麼呢 可是呢 在經歷過連續兩天 量縮震盪洗盤之後 這也就預告了真正的方向 即將要出現 所以今天不管接下來行情怎麼走 各位投資朋友 不管行情是漲是跌 我說過 做指數我們不用選邊站 只要能夠抓住當天的盤式結構 我們就有機會把行情變鈔票 而波動越大 就代表我們所賺錢的機會就越多 如果讓時間回到今天早上8點45分 開盤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當行情往上拉的這一段 我們在這個地方 8點49分15832進場做空 今天只要能夠空在這個位置 接下來行情不管怎麼震盪 你只有賺多賺少的問題而已 所以呢 每一天 如果你也能夠在開盤的當下 就知道當天的趨勢跟方向 是不是你操作起來 就不用像過去一樣 靠著自己的感覺來進場 做多感覺到又很害怕 就怕行情一下子摔下來 那麼放空 又怕行情一路往上嘎 做多做空 感覺上都不太對 總是會提心吊膽 因為你是靠著自己的感覺來操作 所以從現在開始 你一定要學習一個新的方法 如果你找不到一個好用的方法 我建議你來參加我們的行列 用老師的經驗 老師特別特別研究旗子當中 研究了將近20年的時間 過去我也是從一個小散戶開始 我也曾經受傷過 也曾經抱著棉被痛哭 明天就想要去銷戶 那麼這些過程我都經歷過 所以我知道大家需要的是什麼 大家需要就是非常簡單的操作 而不是每天衝過來衝過去 所以老師開發的這些指標 都是有所本 每一天我們的操作 也按照我們早上開盤的時候的 盤式的分析 用這樣專業的方法 一定能夠幫助你 成為市場的常勝軍 行情變化萬千 決勝彈指之間 讓我用最專業的方式 帶你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只要保持對交易的熱情 隨時你都有機會能夠東山再起 希望你打電話進來 讓老師來幫你一把 最後祝大家天天做期貨 天天有收穫 我們下次見 為整個月 如果抵掛 Чığın retrieve